只有做这个传统生意的老板 自己了解 所以他一直想给自己找到一个 不同的一个新的事物 一个新的生意 所以接触到美商结诗了以后 他人生得到很大很大的改变 所以接着下来 希望借着大家的掌声 我们欢迎我们美国的万石丽娅姐 阿强晚上好 非常开心 这么多朋友 而且我今天到了这个会场 对我们香港朋友的这种气势 已经电到了 非常感谢我们东道主 有这样的给我们一个 激发我们热情的一个气氛 谢谢你们 我叫丽娅 我从18年前 从中国到美国 待了一个美国梦 去了美国 那时候就是想 到美国要做更大的生意 要做更大的事情 我就是想要做一个大事 结果到了美国以后 发现不容易 美国长额卧虎 都在那端盘子 所以呢 就做起了小生意 而且小生意呢 总三十几年还不错 但是我心里呢 总觉得 离我从中国去的时候 那个目标还差好远 但是那时候就以为 已经可能 我原来想做的事 已经做不成了 反正那个大事 是做不到了 这时候呢 我自己从 传统生意里面走到快55岁的时候 我们自己就觉得 想要那个大也做不到了 那要是继续走下去呢 也觉得蛮难的 但是心里面也想在上个台阶 就这样挣扎 因为那个传统的生意 一是传统生意的竞争 让我们自己的身体不好 我们浑身的血脉不通 但是呢 那时候生意逐步的增长呢 又好像还可以往前跨一步 但是这一步怎么跨呢 那个生意叫商场如战场 要拼搏 要去打听 要去你争我斗 那种生意 做得心里面很不开心 很不舒服 但是我们的医生 是不是就这样子 一个小买卖做的就过去了呢 好像觉得从生意上来讲 心里面总想 那个大事没有完成 有点不甘心 所以这时候心里就想 也许我们人生想要的东西 说不定在新的东西里面 只有我原来的传统生意 往下走的一些生意方案 我就走掉了 我说不能走下去 一个做得不愉快 另外一个身体吃不消 再来一个经济方案 我们可能说不定赚了钱 人的命都没有了 所以这种时候 就想找一个新的 那四年前 别人给我们介绍解释的时候 我好像从两句话里面 我听到了绝诗 好像是我们 也许是个机会 一句话是说产品的 是说我们的百里如存 是世界一流的医学研究机构 认为这个产品 在抗老化领域里面 它的医学地位 可以和三个世纪 发现抗菌素相继定论 我觉得这个是超出市面上水准的 给我们抗老里面 有一个权威性的东西 这种棋法是空前的 那我赶快去试 还有一句话说 这个平台可以让我们 三到五年幸福晚年 三到五年可以达到 你人生三十年到五十年的目标 这句话也吓到我了 我觉得我所知道的前面的 各种各样生意 没有一个生意敢这么说 你做三到五年 可以达到你人生的目标 所以我想这两句话 我觉得很可能是一个机会 再加上我们看到了 可以不会看到了有这样一个领袖 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 这个人赚到钱 他都不会松了一个人 所以我觉得跟这样的人走 肯定有意思 所以我开始做了解释 那做了解释 那时候我看到的时候 我进去的时候 看到KM会 16个月 他一个月赚20万美金了 他的这个数字 也听到我 我也许这个平台真的三到五年 解决问题 那时候我看 好 KM会 他20个 就是16个月 一个月赚20万美金 虽然我没有他的这个经验 好 我们打对折 打对折 他16个月 我花三年的时间 再打个对折 他16个月赚20万美金一个月 我再打个对折 三年 我们赚10万美金一个月 从这个数字来看 已经是个不小的数字 说实话 我内心就没有敢 没有敢相信 虽然我这样打对折 打对折 我觉得是有可能 但是我心里又打了个对折 我说三年 要是做到5万美金一个月 那也不错了 结果我们走下来 当然我自己三到六个月 首先是产品让我很大的改变 那当然说 我现在是很得意 每天照镜子 60岁有我这样很满意的吧 其实知道我是一个大赢家 其实比我带来太多太多 好在就是因为当时我愿意相信 愿意去尝试 愿意去给自己一个机会 打开这个脑子 但是我自己走下来 走到今天我来讲 我这个速度比我原来想象的 我本来以为三年 其实10万美金一个月 或者说三年5万美金一个月 结果我们还是晚了 为什么呢 其实走下来 我自己觉得在结诗 如果说我们从投资到产出 我现在这个收入其实也已经在传统生意里面很不错了 我们现在一个星期五位数字美金的收入 已经很不错了 但是为什么跟拼不会比 我们和他的平台是一样的 结果我们没有达到那样的水准呢 为什么有的人赚得多 有人赚得少呢 这个是我在结诗学到的东西 就是什么 原来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想象 我们自己头脑中间固有的一些东西 我们从我们自己从小到大受到的教育 然后我们周围朋友给我们的影响 然后我们自己用我们学习的逻辑思维这些东西 阻碍了我们自己 这个是我们在结诗我自己才懂得的道理 在结诗我学到了 从这个我们真的是叫千载难逢的机会 就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碰到的这个产品 它真的是一个划时代的生物科技 我碰到这个平台 它真的是一个革命性的商业趋势 最最难得的 是我们碰到了这么一个 世界顶尖人物的领袖 他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 他是顶尖出色的 我们今天有幸来跟他来学习 所以自己从我在这个结诗逐步的成长的过程 从我收入的过程到我学习成长的过程 我不得不讲的就是我们这个我们系统的领袖 因为在屏幕会 我对屏幕会是从我承认他赚那个钱 承认他我眼睛感觉到第六感觉 感觉到这个人的气质 是属于一个我觉得他是一个赚了钱也会丢的人 我觉得我有眼光 我跟对他了 但是打我内心来讲 我一开始 我其实觉得 也没有臣服 我们常常有时候觉得 你也不过两个眼睛一个鼻子 其实我内心刚开始就心想 你能说到我也能说到 不过我谦虚不讲而已 但是我内心就觉得 说不定我还有方法 甚至能超越你 所以我一开始 我用我自己的想法在做生意 我自己 我谈单也很厉害 我自己用我方法谈 我谈十个人签八个单 所以我自己觉得 我一个月我就签了几十个单 所以我那时候说学习培训 这里进去 那你出来 我觉得我也有我的方法 所以在这个生意里面 我真的自己走过来的时候 为什么我签了那么多单 我赚钱的速度还差了那么远呢 就是用自己的方法 我以为 我觉得我只要讲几句话 人家就签单 而我讲的话 你也可以复制 不是简单复制吗 我是用我自己独创的方法来做 其实 结果我签八十个单里面只有三个做的 签这么多单有什么用 等我发现 确实不一样 确实可能那么多人签单 没有人做 我自己的方法 可能真的不对了 等发现这些的时候 你已经阻碍了我那么多的朋友走进解释 因为当我们的方法不对的时候 没有办法复制 其实是阻碍了很多朋友走进解释 所以当我自己一直到一年多 参加艾末老师培训学习的时候 艾末老师有一句话 我们常常是把自己的资源都说光了 把自己的路都要走不下去的时候 才肯谦卑下来 才肯重新学习 重新的归零 这句话我自己听了 就觉得讲到我自己 真的把人讲光了 资源讲光了 再看看我周围的朋友 好多人也要走这条路 他也一定要讲光了 他才肯重新考虑方法上 对不对 所以今天我们要说 在解释要分享 首先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其实我们要说今天上到钻石 几乎所有的钻石都有这个体会 其实这个生意真的很简单 只不过当你认识到简单 你愿意简单的时候 这个过程不简单 所以如果真的 为什么这个生意里面 可以说没有一个底 好像他没有成功过的人 或者是他甚至没有做过生意的人 甚至是头脑简单的人 他只要有个爱心 他反而速度能快 反而有很多很多成功的人 在这个生意里面 他反而不一定能成功呢 我在这个生意里面 我见到过很多成功学家 我第一个做了不久 见到的一个成功学家 是一个美国人 他会写一本书 是成功学的书 他自己在创业的路上 也非常成功 他有上千万的资产 美金上千万的资产 他来听到解释的时候 他全部认口解释 那时候他就说 我一年上转时 我们听了非常开心 我们团队找了一个这么厉害的人 成功学大师来写书的 那我们挖到这个金矿了 他说我肯定一年上转时 他所有解释的平台 解释的产品 他都觉得非常棒 但是他唯一觉得 我为什么非要用PIM的方法呢 我有自己的方法 我很成功 我肯定用我的方法 我一年上转时 那时候我们都还觉得 转时起码要两年三年 结果这个人坐下来 到现在算下来 要有三年时间了 难保都不是 他就是用他的方法 真的走不下去 在中国大陆 我还看到一位 研究成功学的专家 他写了一本书 他当把成功学 每一步怎么做 每一步怎么说 然后你是要怎样做 你可以成功 他能写成一本书 甚至于是又列成了一个公式 那么一个了不起 他自己的生意上 也非常成功 那个人也下决心要做生意 也要做结释 但是做下来 一年多了 蓝宝还不是 为什么 就是杰斯 真的每一行 有每一行的一个特点 他有他的科学 这个科学 真的要学习Kinway 我自己从一开始 我认为也许我能超过他 到公司两周年的时候 我参加公司的大会 看到Kinway在这个会场的表现 那时候我开始知道 哇 真的不一般 国际领袖就是国际领袖 那时候我开始老实了 我知道 不一样 我不是他 我老老实实要跟他学 但是这个学 你承认要跟他学 你承服了要跟他学 当你学到手 你真的知道学什么 你真的知道学到手 又是一个过程 我们还是会用自己的以为和想象 来以为我学到了 后来到了一年前吧 可以说我收入已经是 每个月一万美金以上 红包以上了 我突然在Kinway 又一次的在做基础培训 从最清楚的 怎么邀约 怎么签分 我突然悟到了 原来学习Kin 学两块 你学到了 你真的就可以做了 学一大块 就是说 Kin就花了很大的力气 要我们怎样 放大你的梦想 他甚至于告诉我们 你就去 我自己当时的时候 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 来做这个生意 我三年要达到 每年收入超过五百万美金 那时候 我左边是零 右边是零 各位 我以前听这个培训 这个耳朵出去 那个耳朵走的 我觉得那是他的一个神话 但是我不知道 其实他是教我们 你就是这样去想 你也做得到 他在左边是零 右边是零的时候 他就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 一个一年 三年以后要超过五百万美金一年 我们是可以跟他学的 我们敢不敢这么想 我那时候突然想到 我从中国到美国 我想大 我想大 我没有具体的数字 所以我不成功 Kin给了我们方法 他说左边是零 右边是零的时候 他就改定这个目标 而且第一年的目标 左边是零 右边是零 第一年的目标 就是一百万美金 各位 这个故事跟我们有没有关系 是不是只是激励我们而已呢 其实好多人说 听了Kin就是激励我们 激励我们 如果你只听到激励 你还没有学到 Kin就是告诉我们 放大你的梦想 在你认为你敢做 你敢要的数字后面 甚至叫你加一个零 他说得那么具体 问题是你敢不敢想 你敢不敢要 他叫你写下来 你有没有写 在Kin教我们的 最大的篇幅里面 就是要我们 放大你的理想 写下来 你写下来以后 你打内心 相信自己 我一定需要 我一定做到 这是Kin的 最最重要的一块 而且我走过来 我就发现 Kin所能给我们的 这个了不起的一个人 他现在是美金千万富翁 我常常跟我们伙伴说 你们听过千万富翁的举手 可大家一起 听过千万富翁的举手 听过没有 千万富翁总是听过的嘛 举手吧 好 我再问你们一个 你们听过哪个千万富翁的举手 在短短的几年里面 带出几十位美金百万富翁的举手 再去带出百万富翁 而且要有人生的价值 要去做有个社会责任感 去完成这样流水线 你们听过没有 所以而且它这个流水线 就是教我们最简单的动作 首先就是你敢不敢放大你的梦想 甚至于Kim在我们洛杉矶培训的时候 他就这么讲 放大你的梦想 不要你的钱 真的 我从那句话我才发现 哦原来我们就是要这么想 他在教我们 所以这是一大块 第二大块 他就教我们动作 基本动作就那么简单 你把人家约过来了解 也不是你自己讲 然后呢鼓励我们去尝试 尝试的基本动作 他都连表情动作都教我们 其实我们去找他的培训去学 资料去学 他真的就是我们学会他那个简单 你就去做 他讲ABC 你就去做 当我意识到Kim教我们的东西 就是要跟他学得一板一点的时候 我也试过 以前我觉得ABC 我不放心找别人来帮我谈单 我觉得我比人家说得好 我老公更会说 我们自己去说 我们在找别人说都没有我们说得好 我怎么放心教你说 到我后来 我发现听会 教我们的可能真有道理 我尝试很多次 我就用ABC 我这个谈这个单 我请他签单 他跟我有点签不下去 我请一个人过来 我只是请他讲一讲 你为什么要做 跟我们这位朋友分享一下 结果 我们这位就讲讲我为什么要做 我再跟这位朋友讲 来你看 他都知道怎么做 你也试试 人家居然就签单了 突然我发现 ABC那么管用 而且在团队 团队在做生意的时候 也一样的 我跟他讲半天 未必有用 再请一个人来跟他说 就有用 ABC 这个KIM的 这个二十多年的 这个经验 教我们的东西 真的是经济良年 你要相信 当我自己 看懂了这个 全部相信的时候 我们的生意 生意的业绩增长 增长很多 所以从我前面的一年半 到两年的时间 我用自己的想法 甚至于我会设计方案 我觉得你的位置怎么摆 你那个美容院 你怎么我帮你设计一个方案 都是错的 不需要你去设计了 所以在这个生意里 我们看到 越成功的人 老是越会设计的 结果 他越划不开 越在那里兜 但是呢 只要这些人像我一样 就是兜了 都输了 也不认输 重新学 重新开始 终究能走出来 只不过 我们浪费一段时间 当然我后来两年以后 我问到KIM KIM 我当时做的都不对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 你为什么指出来 KIM说 我把对的都告诉你们了 听不听 是在你 但是他说 这是一个过程 这些过程也不会浪费 我现在觉得真不会浪费 我现在我知道团队里面进来很多人 跟我们当初都一样 搞那个科技的人呢 他搞设计方案 他进来以后 我要用我的设计方案 设计出一家更好的方案来做 那个搞媒体的人来说 我要用我的那个媒体怎么来宣传 他都是用原来的他的思维在做 当我看到他们的时候 我知道 跟我们都一样 用自己的想象 我们有可能尽量帮助他 有时候没办法 他非要去站南墙 只是我想希望他跟我一样 站到南墙 门回头 这个声音就是这样子 所以今天我们讲 我们在这个声音里面 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都非常有幸 因为我们今天跟着的是世界第一人 跟着的是金慧 他的业绩 真的是世界最强之最 其实我们把他的学好了 原版的学好了 我们在这个声音里面 就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一个成长 我自己在冲钻的过程也是 我们那个月 要说冲钻石的那个月 要是用逻辑来想 我们的状态 真的不是 因为团队几乎那个月 没有人敢冲红毛 那时候我就发现 站在团队 如果没有人敢冲红毛的时候 我们必须冲出来 否则这个团队的速度上不来了 其实这个声音越慢就越难做 这时候要冲出来怎么办 全部用了Kim教我们的东西 我把所有的用Kim学到的 放大你的理想 到每一个动作 Kim说你就管做 你把该做的动作你做出来 你脑子里面全是相信 和全是你的药的时候 你去做 我们就按他说的 全部是这样想 放大十倍 我相信我一定要做到 我一定能够做到 然后把该做的钻石动作都做出去 结果真的奇迹就发生了 所以今天我送给大家 我的机会就是跟着Kim来学习 只要你要全世界都为你开爆 谢谢 接下来呢 我想大家推荐呢 就是我们今天 我们在座的好多朋友 尤其我们香港朋友 今天拍摄的跟我们说 要去介绍一下 我们没有离开洛杉矶 为什么把生意 能做到中国那么多 没有离开洛杉矶 为什么把生意能做开 其实我刚刚 伊萨跟我们 暂时伊萨跟我们介绍 真的是这样 就是这也是Kim教我们的 你做好当地 我们是由互联网在做的 其实我们这个互联网 会把你带走 带走 带走 叫你去做YD的市场 未必是说 你看到YD 你就跑过去做 这个动作我们都有过 我们在洛杉矶 我们也过 我想说哪里哪里 我就跑哪里 你那样跑是跑得出来的 你好好在当地 你把当地周围的生意 你把周围的伙伴 带起来的时候 你好好去带 然后呢 好好利用互联网 利用互联网 带进系统来学习 我们其实这个生意 我们非常感恩KM会 已经给我们带来了一个 我们刚刚讲流水线 一个流水线 那在这一边呢 我想呢 这个机会 因为我也一直吹这个牛 我自己讲得不错 我老公讲得更好 那现在呢 这个 我自己讲的不错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